打勝仗的條件要戰術戰略配合 要用很多的觀測 無論心理的觀測 堅持地理的觀測之類 給大家一個概念 到了練武 好了 練武打仗是間接傷亡 打仗是兩軍對壘 如果練武是一種忌擊 忌擊就是一種雙搏 搏鬥 在《詩經》裏面有說 這種搏鬥叫權勇 在春秋的時候說武藝 在戰國是說忌擊 到漢前就說技巧 在名稱是技藝或技勇 就是這樣稱呼 到民國到現在的清文武術 還有國術 這也是國鬥的功夫和國鬥技術 我在採取忌擊這個說法 因為在戰國時候 在講戰爭 很多奇人是最鼎盛的時候 所以當時稱為忌擊 在現代說忌擊 在現代說忌擊 可以說是 查遍很多主族 查遍很多主族 沒有什麼專門 是講忌擊 只有馬鈴聲 在武術會中說過 所以馬鈴聲這個人 都是聰明的 馬鈴聲本身都是 因為北京農家大學 不如出身 他又練武 他的武術生涯很多之多彩 馬鈴聲就是 最擅長的打雷台 亦交了很多武術前輩 他的影響力很大 最大的就是他寫了 本《武術回忠》的書 裡面 就有 大約是一版兩版 是講忌擊 除此之外 其他武術書 都不是講忌擊 這個範疇 所以我就截六馬鈴聲一段 講了 武術指善於 憑閃雜詞 長拳短打之武功 然後練習武術 即是練身手 練手、眼、心、發、步 這個《手、眼、心、發、步》 提出 是不是馬鈴聲第一次 都不知道 之前有人說不知道 但在他本書 在他主作的時間 是最早他講的 手、眼、心、發、步 表面上的眼 不覺得沒有什麼特別 如果你要知道 手、眼、心、發、步 以及發、技術 分別 這個行意 你就可以明白 繼續講 他說 十要的功夫 即是手、眼、心、發、步 肩、爪、管、花、室 這十樣東西 要注意 即是說 要注意什麼呢 他說 這個 技術就是長拳短打 就是 用肩、爪、管、花、室 以及手、眼、心、發、步 這十五條件 去練功 還提到 習武功一定要 精起神為本 以手、腳、眼為筋 仰疾浩然之氣 不惟外物 沿網而動 則所學功夫 只能留滴製成 這件事情 是講 技術 這個技術 的要素 是講 即是說 我們要 持著注意 我們的 肢體 那個 技術之外 更加要 以精神 精氣神為本 另外 精氣神 和他的手、眼、心、步 是怎樣 眼和手 其實是 心靈 眼和手 是直接 通向我們的心和神 眼 看到東西 就傳輸到他們 腦海 然後 由腦海 再發指令 去手 手 做事 所以 眼、手 其實是 心神 他說 一定要精氣神為本 就是因為 你一定要鞏固你的心神 然後你才可以 正確 或者有效 運用你的眼和手 新能力 新能力 所以 被擊的要素 就是 內外 相結合 如果 練功 或者是 用這個方法 只是 肢體的環力 不夠 一定要有 有 心神 有 心氣 有 精神 和 你 肢體的方法 所以 做到這些 才是 忌擊的 要求 忌擊的 所歸的地方 另外第二節六少林權術的秘訣 就是 內在的東西 申者君也 就是個秘訣 君就是 主席 皇帝 手足者神民也 有法師號令的能力 而神民 就效此非如意之勢 要跟 你的手足 肢體 跟你的法師號令去做事 他做到 你的意之所動 棄之扶之 神清 然後操縱 盡其教育 這就是 忌擊論 這些叫忌擊論 即是 心神 心氣 心神志氣 和你的肢體 內軟外 一定要有相通 一定要以這個基礎做決定 這樣才能夠 做到忌擊的管位 是 忌擊的 那個 本能 接著下去 我再製讀《太極十三世》 它裏面有《十三世》 説 要求 先在心 後在心 身 意識之體 心呢 如何是先在心呢 其實 講過你的心理本能 或者 你先 你要先 拿起之筆 你有的意念 才會拿起之筆 才會拿起之筆 先寫字 你才有意念 才寫字 只是講這件事 功夫 就是這樣 你的難目觸招 沒有心的指揮 你的招 是沒有效的 所以他說 先在心 後在心 以心行氣 以氣 混身 便利從心 以思理論 都是講 內外 內外合一 精神 和肢體 合一 另外 我再製讀 《非可制》 在山西創 這個 路下心意權的人 第八 第八 他也是這樣提出 他說要六合和順 六合和順 六合他們心意權的說法就是 有內六合 六合 有內六合 禦敵的時候要道道神清 神清 所謂神清 即是 意志精神的集中 你才會清 你多思多累 神就會亂 神清 則氣足 氣運行 就充足 氣足則亦變有況 當你裏面的心靈 你的精神 是穩固了 集中了 然後才能夠 發揮你外在的應變的能力 這也是 和前面的 那麼多學術家 或者那麼多主作說的 都是一樣的 所謂忌擊 是 除了鍛鍊姿態 還要鍛鍊我們的心神 你功夫 尋了這個方向走 除了 除了 技術 正確之外 如果你的心神 意氣 是提升充足 這樣的話 就達到 內外合一 那 和我們的兵書 《兵俠術》 都是說這件事 你將它聯想一下 比較一下 這樣便會有所得 那這便 停一停頓 看看 跟靈家說你 有什麼回復 會別 會別